现在观众朋友们 无论你在哪 无论在干什么 我们都祝您晚上好 因为这样的好天气 就是让人心情愉悦 我是汪涛 和我一起搭档的是苏东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今天为了在奉上的是一场 小组赛的争夺 两个对手分别是 竹队亚和中国女足 小组赛阶段的比赛 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 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 不会让我们失望 这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 必进球啊 打到立柱了 出界了 王珊珊 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抢到了球权 多罗雷斯 西尔瓦 纳萨雷特 杰西卡 西尔瓦 来到前场了 还在寻找机会 安德里亚诺顿 漂亮的划铲 成功地抢到了球权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 塔迪亚娜平拖 他及时将球断下 阻止了对方 威胁性的传球 双妹子往上拿球 机会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 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最后来了一角 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 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直飞往窝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塔迪亚娜平拖 戴亚娜先往 双方对抗很激烈 他已经拿不住球了 楼家汇 找进区里的队友 队友拿到球了 能把握住吗 球没控住 出底线了 对方白捡到一个脚球啊 这个球啊 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这球直接顶给了门枪 你看看 这门枪几乎没有动 把球就收了 对 攻入了对方半场啊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在进区边缘 拦下了对方的一次打门 王双的机会来了 多好的扩大比分优势的机会啊 就是把握不住 创造机会的能力值得表扬 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 有待提高 来 好的 前场断球了 教练员要派上他的替补骑兵了 尝试打门 一次成功的任一球破门表演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从这种距离 直接起脚打门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杰西卡西尔瓦 唐嘉丽 传给了王珊珊 稳稳地解围 华展成功 球被防止断下 推进到这个区域呢 防止队员的压力很大咯 门将成功跨起了这脚远射 杰西卡西尔瓦 塔迪亚娜平拖 这个动作会给黄牌吗 让我们看看裁判怎么说 裁判员出示黄牌 是以球员犯规 我倒觉得防守队员 好像也接受这张黄牌 这脚远一球是稍稍高出了衡量了 一次很不错的尝试 没进 有点可惜 没找准目标啊 球直接传给对手了 王珊珊 双妹子 王珊拿球 王珊得分的机会 门将扑到了 哦 我都不敢肯定 这是反应快还是条件反射 落点在进区中央 这次解围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 这次进攻啊 没有起到效果 对方上前很凶 让他没法控球了 把皮球挑到了防线的背后 这个球不算 裁判判了 阅位在线 这个球要是不接住回放 我还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就是阅位 王珊 王珊 再次把球交给了王珊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把吹了犯规 给了个任意球 他最好啊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小心一点啊 这次是口头警告 下一次可就不一定了 安德利亚诺顿 这个球啊 防守队员大意了 用一个精彩的滑场把球抢了回来 这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机会来了 脚锋正顺啊 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游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的这脚推射 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才刚过上半场 比分就如此悬殊 多罗雷斯 歇尔瓦 罗阿娜 马尔上 用积极的铲球破坏了这球 漂亮的跳传 这个球很有威胁 漂亮的零空打门 这样的进球 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啊 比较精准的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然后他来的真是恰到好处 不用调整 直接凌空打门 真是太精彩了 目前的比分是4比0 比赛还没有结束 要补食两分钟啊 杰西卡歇尔瓦 纳萨雷特 他持续带球推进 卡地亚娜平脱 在前场抢到球了 好 这球没打进 顺便把危机解除了 这个哨声意味着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比赛已经过半 裁判是以下半场比赛开始 看谁先被对手抓住漏洞 这种划铲犯规动作呀 很容易就成为裁判 抓典型的代表啊 纳萨雷特 这次过人很有想象力啊 直接挡住了对手的打门 交球选择了船前点 门将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这球了 卢家辉 王珊珊 王珊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 这么好的机会啊 都没有把握住 他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进去 太想法力了 你想想这么近的距离 你就打一脚角射 而不能够打暴射啊 是啊 安德里亚诺顿 塔利亚娜平脱 他没有拿球了 塔利亚娜平脱 过在了方式队员 感觉有了 好的追求有了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1 王珊珊 王霜 王霜的机会来了 眼看这帽子就要扣在头上了 结果飞了 帽子戏法这种机会 错过了一次 谁也不能保证还有第二次啊 是啊 漂亮的前场抢断 王霜 王霜得分的机会 比起他这三个进球 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 他在这场比赛中 已经打进了三个球啊 他为这场比赛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提醒大家一下 目前比赛的时间 还剩下30分钟 传给了王珊珊 一脚横传 传向进区 队友已经发车到位了 给了进攻方一个脚球 王志队员把这个球 抢先破坏掉 什么 打门 就高出衡量一点啊 刚才这个球虽然没有进 但整体配合有模有样 他们的自信心似乎也越来越足 怎么踢怎么有 伤妹子 王霜拿球 王霜得分的机会 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呀 分差还在继续拉大 再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非常近的距离 得到打门的机会 然后一蹴而就 目前双方比分 6比1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25分钟 王珊珊 王霜得分的机会 你感心吗 这种存在都没打进啊 这么近的距离啊 他完全没必要发那么大力 就是啊 门家没有犹豫 果断地将球爆起 对手再次拿到球权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 这球处理的方式啊 我觉得有待戴上去啊 王霜 再次把球交给王珊珊 这次抢断 充分体现了他的意识和能力啊 阿玛多 他持续代球推进 防守似乎有空荡啊 漂亮的扑掉 不过球还在场上 这也能扑出去的吗 这个门将无敌了 对手现在很疑惑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击败这个门将呢 就是啊 考验脚法了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塔蒂亚娜平脱 杰西卡歇尔瓦 真攻的拦截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进球机会来了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 他们要换人了 这次选择慢慢来 获得一次边线球 唐佳丽 往车 这么近的距离啊 其实完全没必要射得这么大力嘛 这很容易踢飞啊 如果要是能更冷静一些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能找到更好的射门角度 嗯 这个球确实他处理的有限妥当 嗯 双妹子 王霜拿球 比赛还在继续 进攻方啊 只能是从头再来了 王霜 王霜的机会来了 哎 这球又有了 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 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 成功的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裁判马上就将吹向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很强硬的拼抢啊 还在观察 队友已经跟上来了 刚刚才说这次进攻很有希望 没想到就被对手断走了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王霜的机会来了 又是门将 他又扑出了一个必进球啊 这种距离留给他反应的空间很小了已经 但是他就是能把球扑出去 在前场完成了抢断 现在球权属于对手 安德里亚诺顿 土特曼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他不向别再绑 也不是